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在企业团体里 人与人的互动是影响的 人际行为以及自我觉醒的重要因素 即使已经找到了自我认同感 不过如果能从其他人身上得到一些肯定的汗回馈 更可以了解自己对他们的影响有多深 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会更有帮助 马斯洛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在说明自我认同 那我们现在就请Monica来分享 先稍微复习一下 独裁式的管理一定会建立起一个结构性的组织 开明管理就不一定会 就不一定会有结构性的组织 只有非结构性的组织才能够孕育 让我们可以走向自我认同的一个外在环境 在这边大家第一件事情要先接受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呢你一定知道 但是你的内心偷偷不愿意接受 事实就是一个非结构性的公司对人有好处 其实也有坏处 我先讲坏处 当公司有结构有组织有秩序的时候 人们会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结构 相反的缺乏一个结构化的组织会让某些人产生恐惧 有时候这些人反而会放弃朝向自我实现的目标前进 而公司是非结构性的组织有一个好处 因为没有人啊会一直在旁边一直念念念念念念 告诉我说哎你要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 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去发起的弱点 也有机会去发现发掘自己的优点 藉由别人给我们的回馈 让我们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心灵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非结构性的组织 才能够让我们发现人类真正的自我的原因 过去啊总是会有心理分析师 心理分析师认为 每一个人的内心意念会影响他的行为 这个内心意念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可是马斯洛却认为 社会上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才是影响人际的行为 还有自我觉醒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工作就是跟别人互动的机会 而且现在的社会情况 对于个人的行为影响力其实是比较大的 甚至是比个人过去的成长历程 带给这个人的影响力还要大 大家别忘了 马斯洛已经过世了 这个是他数十年前所提出来的 数十年前所提出来的观念 到现在啊都还是适用 所以工作环境如果是可以培养一个 让大家能够心理比较健全的一种培养的环境 这样子对一个人的工作行为表现来说是很重要的 能够培养心理健全的工作环境 就必须要给大家一种自由 这种自由就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们都必须要说出来的一种表达的自由 马斯洛特别说出了一个观点 如果你爱一个人 你就必须要去指正对方 而且你要有足够的勇敢 可能你说出来的话会去伤害到对方的可能性 我们把立场反过来看哦 如果我是听你讲话的人哦 我会觉得说你如果觉得我是一个够坚强的人 我有足够的能力 我有足够的客观 所以你就可以坦白的直言不讳的纠正我 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尊敬 马斯洛认为只有那一些觉得我很敏感 我很脆弱 我是一个不堪一击的人 害怕会伤害到我的人 才会不敢对我说出事实的真相 那做员工达成自我认同 所以在公司的角度来说 要如何建立起好的培养环境呢 培养自我认同我的环境啊 有八点 大家有点耐心哦 听一下 第一点呢 我们彼此都要有直言不讳的自由 第二点是 不要加上任何社会的角色或刻板的印象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透过别人给我们的回馈 去认知自己的社会价值 也就是你不要对自己戴有色眼镜啦 第三点可能大家比较不好理解 比较会困惑 马斯洛说性的表达可以帮助彼此呢 去体验深处的心灵 也可以同时去体验别人他的真实自我 非结构性的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表达方式要有诗意 要有创意 要形而上的 而不是像写作文一样 一定要有固定的结构 而且要符合现实条件 现实环境 非结构性的表达可以用比较隐晦 隐喻的字眼 我们可以断断续续的去说出自己的感觉 不需要说很完整了才把话讲出来 而且我们必须要对别的感觉或对自己的感觉 不加上任何的价值观的判断 马斯洛强调 不对任何事情采取价值观的判断 其实就是一种你对他或对自己爱的表现 领导人必须要能够区分两种职能表现 第一种职能表现 第一种职能表现是判断惩罚训练 这就像是纠察或是饥格的角色 第二种职能表现是治疗协助关爱 就像是心理治疗师那样子的角色 如果你是身为一个纠察或集合的角色的人 你就不应该跟你要集合纠察的对象太亲近 或你跟他太友善 否则接受你的惩罚的人呢 他会觉得自己被你出卖了 同时呢 你也会觉得说你惩罚了对方 你会不断地去加深自己内心的罪恶感 第四点是 如果一个人心理越健康的时候 他们就越不会去想要保有一些不必要的秘密 他们不用刻意地去隐瞒自己的创伤 他们也不用戴着面具再过生活 这边我就想到 有些人可能很怕老 可能内心有对于老的恐惧 老的恐惧 所以他们会很忌讳跟尽可能地避免 告诉别人自己的年龄 这个其实就叫做秘密 所以女生的秘密就是不要讲年龄 但我现在发现很多男生的秘密 也是不愿意讲出他自己的年龄 那如果你是 其实你就越不会这么的怕老 我想用这个来解释 什么叫心理健康 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 那公司要尽量地去区分员工 就是说每一个员工对于隐私 他会有一种不同等级的认知 有些员工比较容易自我揭露 有些自我揭露 有些员工可能需要比较有一些 健康上的心理上的隐私 那我这边补充一下 领导人在执行一些特殊任务的时候 领导人他必须要保有某一些隐私 不用露出来给大家知道 这个隐私就是领导人 他比对于这个特殊任务的不确定 恐惧或者是怀疑 这个是马斯洛特别提醒领导人的地方 所以领导人可以保有某一些隐私 但这个是针对于特殊任务的时候 第五点 马斯洛建议我们要学习容忍缺乏组织性的一种情况 要能够去容忍模拟两可的情况 要能够容忍没有计划的情况 要能够容忍没有未来的情况 因为缺乏组织 模拟两可 没有计划 没有未来 其实是我们的心理建设跟心理发展的过程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也是必要条件 也是必要条件 这个也是培养我们创造力的先决条件 第六点 你看哦 在那个数十年前 马斯洛就发现了 我们的社会其实是越来越害怕冲突 害怕不同意 害怕对立的发生 所以我们的社会会不断的告诉我们 强调 你就算讨厌对方 或者是你不喜欢他 你都要想办法跟他和平共处 马斯洛认为这样子的社会 就是在鼓励大家去压抑自己 我们人类只要压抑自己之后 在只要压抑自己之后 当然就没有办法做到自我认同 所以这一点其实就是在回扣刚刚的第一点 我们要有一种不怕 让对方不开心不舒服 那种直言不会的表达的自由 第七点 我们必须要愿意接受好友对我们的批评 听到他对我们的批评 我们也不会觉得自己被他攻击了 反而会把对方这种愿意跟我们说善意 而且有负面的批评呢 视为是对方对我们情感的表达 对方是在协助我们的一种意愿的表示 这一点也是呼应了前面马斯洛讲的 我们要足够的信任他人 我们才能够在开明管理之中成长 所以如果是一个不太愿意去接受别人 给他负面批评的人 他其实在开明管理这种组织公司里面 他就会非常的恐惧 在这边补中医经营管理上面啊 其实马斯洛并不赞成所谓的团体动力学派 因为团体动力学派比较偏向独裁式的管理 可能大家对于团体动力这个名称没有那么熟悉 像有一些业务训练 我讲这个例子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 有一些业务呢 他就是要你那种在那边嘶吼啊 呐喊啊 然后大家要彼此冲冲冲啊 然后一直告诉对方说 你一定可以 你一定可以的 你一定做得到 你要加油 你要努力 其实这种就是独裁式管理 第八点 人类本身就有自我超越的能力 如果我们把某一肯定在某一种类型工作范围里面 或某一种类型的思考领域范围里面 我们其实就是在限制他的能力 假设我们是一个很普通的员工 我们想要有所进步 我们就必须要接受各种不同的训练 我们要被要求做这个又做那个做那个 我们必须要能够全身去投入在工作里面 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够达成建立自我认同 这是一个很应该说必要的过程 听到这边 有些人可能会想 天呐我要做到这八点 我才可以达到自我认同 感觉自我认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其实要达成自我认同本来就很难 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人说 你去达成你的自我认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换言之哦 我们会暂时性的缺乏自我认同 这本来就很正常 所以我们要花很多年 不断的去做去做去做 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自我认同在哪里 那自我认同这样子听起来 它不仅会受到行为的外部因素影响 也会受到自己内部心理因素的影响 关于这个单元 作者花了单元 作者花了很长的一个篇幅 做了深入的说明 那有兴趣的读者呢 就欢迎大家来翻书细细的阅读